大家好,紧接上节课给大家讲的那个K46 这节课呢,出现了Belibn Shining这一课,数字6这个单词 Belibn Shining翻译过来就是位移 但是大家很多时候就不太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大家注意两点就可以很好的明白 先观察114这个普利 我们来看第二小节 有一个写K46这个地方,这个Roy 再看第三小节,还是Roy,但是升高了8度 首先呢,Belibn Shining位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Bas Astayotanamisi 低音,低音不变 或者是8度,向上8度或者向下8度的跳进 就比如说这个第三小节这个Roy 是不是向上了一个8度呀 这个Roy,Roy,它是这样写的 这种情况,这是它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就是 它的这个旋律音是发生了这个位置变化的 你看这个Roy,C,Sou,Sou,Roy,C 但是它的性质变了没有 并没有变,它还是这个围绕着这个K46这几个音 是Roy,So,C这几个音 所以大家注意看这个俄语叫 Milagitiska Balagini Milagitiska Balagini就是旋律的这个位置 它是转变的 就是这两个特征,大家明白了吗 或者是Las Balagini,或者是排列法 它也有可能是开放的,最后缩成紧密的 但是它永远保持着K46的这个性质 整个这两个小节都是K46这几个音 这个Roy,So,C这几个音 那么同理,如果你想写这个 D,就是属的位移 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把这个D音保持住 然后把这个高音的旋律音可以切换 明白了吗,这回大家明白了吗 切换的时候这个旋律音一定是这个和弦里边的音啊